前十几年就像每年春晚有宋祖英跟赵本山 我就问问你 你现在还看见过一次宋祖英吗 忽然一夜之间 对吧 一二年以后再无宋祖英 春晚再无宋祖英 赵本山这些都扯淡的 有他没他还能好说 宋祖英那不可能没有 赵本山有个别的时候还真没有 他不一定年年上 宋祖英是人家年年上 为什么就没有了 对吧 为什么就没了 说小福利你想一想 我就告诉你 他连夏连队唱歌 他都没有机会了 已经这都是不成为那个规定 没人跟你说下个红头文件 共产党最重要的事 他要办什么事 你不可能在电视报纸上 你说我审慕的 我还最后说电视报纸 什么有法官有法院扯淡 弄起来一个闭了就完了 对吧 这是共产党的做法 宋祖英 你听说过他不上春晚了 有什么红头文件 他不下连队唱歌了 能有红头文件吗 不可能给你有 但是就有电话就是说 你海政国务团你下来 宋祖英来吗 小宋来吗 来了别唱歌 对吧 别唱 可以这样的 都是他妈的这些真正的背后的这些力量 你跟了哪条线 你是属于哪儿 你的最后你的政治团体失事 你的政治人物 对吧 我就说咱别说他跟江上面上床 他人家跟曾庆红肯定好吧 是吧 那跟江半肯定好吧 对吧 所谓的跟佟文生 对吧 这肯定好吧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真正的背后的原因 对吧